列入怪咖 還有以前講什麼柯仕海 董戀海 桂慈 如花 大概就這麼六位 我們這怪咖一集合起來是不得了 你知道嗎 但是你看 這些怪咖都一個一個消失了 你看一下 如花也很少在電視上 因為它沒有經濟共識 那桂慈是真的沒辦法 因為桂慈它是生病 它真的就是 別咖 每次都叫我去請他去咖銀利 我們跟他講咖 後安藥 你跟他講什麼不好的 跟他別咖 你跟他講這個 結果這次也都別咖 因為他的頭腦受到生病的影響 所以他沒辦法 那還有誰 柯仕海 董戀台 一個在監獄 一個到大陸去了 對不對 那就沒了 還有誰在 就是Tony Chan 所以怪咖還在 只有我 所以我這樣一想一想 我也可以釋懷 對不對 就是會怪咖 不然怪怎麼會吼 是不是 然後很有趣 同樣一個東西 我在台灣 他們叫我怪咖 可是在大陸就不一樣 大陸給我一個封號 這好你知道嗎 他說台灣綜藝之寶 這個你看一下 同樣一個人代表人家 整理給人家這樣說得好聽 而且我們現在的演講者 讓台灣的演講者 大陸人很喜歡 大陸人的銀衡值得花錢 但是我們到大陸去演講 他都跟你說明的 可以錄音 可以錄影 可以拍照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們都有跟大陸人做生意 大陸人他現在 他不怕你跪 他越請不到他要請你去 但是他會給你copy 你了解我意思嗎 他馬上給你錄音 錄影 給你拍照 他馬上去找 你上個月去 這個月再過去 那個Tony Chan又出現了 在大陸現在也是Tony Chan 我剛才看他也是Tony Chan 我是Tony Chan 然後他怎麼都模仿我 你知道 很會模仿 這是大陸他的特性 然後呢 他們拿這個大陸 現在對那種知識的需求 很可怕 哇 那個都是坐無虛位 要讓那個一中場休息 你知道嗎 拍照什麼 簽名什麼 一定要給你摸一下 那臉書也要給你扭 有這口被扭下去 好熱情 要給你噴一下 為什麼 加持 英雄性 這個講師 說句話不容易 我們從小小小的 母子一直積積到大海 還要讀書 還要踹槍 都跟我們講過話 像我的演講經歷 84年5月4號 到現在說17年了 這17年了 我們也很幸福 沒有中風 沒有輪移 還可以踹槍 這個是不容易 一個講師不容易 他帶了很簡單 他現在把你護製 把你copy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一個特色 我們要留一步 連什麼都給他的 你如果什麼都給他的 拖光光給他看 我跟你講 下次就膿了 他都看光了 你就要摺一下 慢慢的給他看 這樣才會要妖言不斷 這是我們台灣跟大陸不一樣 不過來到我們的台灣 在台灣演講 我們都是光溜溜一個人看 想看嘛 想看都可以講 老師會什麼 就一定全部給大家 那我說這一個 第二個要吃苦當吃補 吃苦不行 其實我是甘苦孩子出身的 大家如果說談到話也過去 他知道有一部 汪洋中的一條船有沒有 鎮峰時 讓這些連帶都換給這些故事 這個故事給我們很多的鼓勵 但是你現在你跟下一代說 鎮峰時 汪洋中的一條船 不知道 你現在你跟你們孫子跟你們 跟你們家說 怎麼搞不好 他們聽不進去 因為他們沒有接受過那個時代 鎮峰時離他們好遙遠 現在不要跟他說什麼 他說通靈圈在地養苦瓜 都會說多 不然你不跟著上流行 會跟阿公你落伍了 現在學校都在地養苦瓜 這一部呢 在地養苦瓜要拍成八點檔大戲 周遊阿姨在拍 這就是我的故事 那我常常講我自己 因為我不是含著金湯匙出身 那人的名字是不要去比 你怎麼叫連聖文來講成長的歷程 他不會講 我一次剛才連聖文說 聖文啊 有什麼英國人整天都說 要說什麼 成長的經歷 你說哎呦陳老師 我又要說 我又不知道 不過他心腸 我到底有錢 所以我從小 四川不用仇 對不對 爸爸給我請最好的家家老師 又學這個又學那個 我又怎麼成長經歷 我就是好運嘛 對不對 那就沒辦法 但是通靈圈老師不一樣 我是生在一個很窮乎的家庭 我爸爸他買豆腐 我們這個時代的朋友 我們都知道 以前買豆腐是怎麼買 是用扁蛋 我家裡有把豆 那扁蛋 怎麼買豆腐 這樣去買 那我媽媽生了九個小孩 我家裡的老大 你說要怎麼騎死人 老大 我跟你講 我媽媽久來是最後一名 我們是魚池鄉東光村 多產族的同胞 我們三弟同胞裡面有個多產族 那我家 都這麼多 我媽媽久來還有最後一名 我們大媽媽12個 也有13個 也有10個 我媽媽久來還有最後一名 因為她嫁到台北 她是從三弟人家去台北 我們老家在台北 所以她到台北 說台北人同化 不要生多 所以才久未 那我是家裡的老大 你想 這樣子生活是真辛苦 我都還記得 我們小時候 小不停 就要開始去做行李 爸爸呢 就是挑兩個本 扁蛋 豆腐有沒有 我們小孩子 叫爸爸 一起到那個北投 那 就是 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